最近喉豆疫情持续 根据疾管署资料统计 4月11号到16号不到一个礼拜 就增加了8例的本土病例 分布在桃园、新北跟高雄 对此有医师试警 喉豆个案的疫调比较困难 认为社区里可能已经有感染 而喉豆可能会透过接触感染者的床单而被感染 医师也提醒 如果是需要经常外宿的民众 可以自己带床单、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 用自己带的比较安心 越来越多民众计划出游 国内外旅游都超夯 虽然新冠疫情趋缓 不过近期喉豆病例持续增加中 根据疾管署资料统计 4月1号到16号不到一周就增加了8例本土病例 包含桃园市5例、新北市2例以及高雄市1例 对此中国副一感染管控中心副院长黄高斌市警 认为社区里可能已经有感染 而喉豆可能透过接触感染者的床单而感染 提醒如果需要经常外宿的民众 可以自己带床单、毛巾等个人卫生用品 用自己带的比较安心 而台大儿童感染科医师黄利明 则认为民众订饭店时要注意 找管理卫生环境好的饭店自保 如果是贴身用的毛巾自己带 这个还可以啦 不过最重要的是选择好的旅馆 政府也应该去好好的管理这个行业 或者跟这个行业作为去宣导 喉豆病毒在环境中一般24小时以后 它的感染力就会降低了很多 那也可以被酒精给消灭掉 而日前机关署公布喉豆个案隔离新规定 只要经过医师评估 还有家中条件符合资格 轻症者就可以在家自我健康管理 有民众担心会不会因此让疫情扩散开来 应该把喉豆跟其他的疾病一样的看待 它的传染力其实不强嘛 所以它们放在家里是可以的啦 不过就要跟它卫教 也有专家指出喉豆和新冠不一样 疫调和公布足迹等资讯比较困难 就怕当事人隐瞒状况没有说实话 不过以台湾来看 应该不至于会像南美非洲那么严重 只是疫调有些难度 民众还是要做好自我防范 这里留居叶林凡台北报导